恆大其中一个国内最有规模的地产集团 近来也有很多消息 首先我们看到索罗斯 大家知道索罗斯是谁 这个大鳄 如果是投资者应该很记得 他们曾经沽空英镑 获巨利 接着又来香港想提款 就满禁沽港股和旗子 接着呢 厉害了 当年就是 金管局和蔡爷 一起夹夹手手 就将它打走 打大鳄 港股 就是香港政府是入市 买了很多股票 结回索罗斯 结回市场上去 令到后来 港股大获全盛 也是解决了 当时 这些大鳄在香港 好像当香港是提款机 那样 肆意走来沽空 想赚钱 也是造成后来 港股逐步将股票一晚 包装成这个 刑库基金 卖给大家 好 先来看看 索罗斯 现在的近距是怎样 真的老了很多 原来都 整 九张 九十一岁 好了 索罗斯 最近 在金融时报 批评中国 他说 中国将会面临重大的金融危机 我就觉得他是危言耸听 索罗斯怎么说呢 他就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 最近和经济实况 发生冲突 他就说 习近平对私营企业的打压 是严重拖累了经济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 中国的房地产热潮持续升温 但是现在即将结束 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恒大 负债累累 面临违约风险 这就可能会导致崩溃 那怎么崩溃呢 他说 看到恒大的债券和股票 被抛售 市场的看法就是说 有机会债务达到三千亿 三千亿人民币 那规模呢 比雷曼兄弟时候的一个规模是大级 事实上呢 他说 如果恒大集团是宣布破产的话 将会有超过一百五十间的银行 就将会受波及 恐怕这个有连锁反应 就成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那 那 说金融危机 这件事 最重要是说数字 什么都要说数字 首先 我就要拼拼一下 索罗斯 究竟他 说错了些什么 第一 他就说 如果 恒大是破产的话 那银行就会输三千亿 那 首先第一件事 三千亿是什么数字呢 那 我可以告诉你 三千亿就是 其中一家 中国最大的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一年赚的钱 就是工商银行一年大概是赚三千亿左右 好了 那如果现在这个真的 恒大集团真的不行了 将来破产的话 那 他是不是真的银行会输三千亿呢 那当然不是 因为 恒大还有资产的嘛 他可以卖资产 那 变成最后真的输的话 就应该一定不是三千亿了 那 可能 我不知道多少 可能是 他买回他的手上的地盘 卖给人 卖给另一个地产商 那可能 最后是 输一千二千也不顶 一千二千亿也不顶 那如果你由一百五十家银行去分担 或者是 债券持有人去分担 那你平均每人 每家银行 假设只是银行输 才算 我当你输千多二千亿 一百五十家银行 那每人都是输 就是十亿以内 那其实那个冲击呢 是可以接受 首先 数字方面 至于他说 哇 输的钱 大过雷曼的时候 多高 如果你说 雷曼本身一间公司 你跟他比较 当然是 会大过他的 有机会大过他 雷曼本身一间公司 当时也没有输三千亿这么多 但是问题 雷曼事件的风暴 当时究竟是最大的 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 最大的灾难就是说 美国房地产下跌 那包装房地产 而卖一些叫做 credit default swap 和这个信贷关联的一些 一些 场外交易的 一些投资 是那些这样的 投资出了问题 就是你 地产下跌 那些投资 那些包装了的一些投资 就跌了 那接着呢 银行和银行之间 其实通常呢 银行和银行之间有压度的嘛 你相信我 多少十球美金 我相信你多少八球美金 接着就利用这个压度 互相做交易 那看到雷曼一出事呢 是其中一个交易的链是断了 那这时候呢 交收不到 交收不到 接着呢 牵一发动全身 在银行和银行之间 你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 这个才是最大的 雷曼事件 当时是这样的 所以呢 啊 索罗斯现在说 一家恒大 如果真是破产的话 牵连很多银行 从而爆发类似雷曼事件 这个就一定错了 因为那时候 雷曼事件所引发的 牵连大波 主要是场外交易 一些CDS 而现在 今时今日呢 就是 恒大呢 那些债务是比较透明的 非常之透明的 所以呢 不可以呢 用这个 恒大和雷曼事件去比较 那我只可以说呢 索罗斯呢 今次呢 说得不好听就是 恒获金 恒获金的意思就是 如果大家看看 中概科技股 在二月见顶之后 基本上呢 跌到 八月 很多只都跌了 跌了四成 甚至五成 那你想想 索罗斯会不会 恒获金呢 我相信 他一定是输了很多钱 那这时候呢 他就老习习老 在这儿胡说 那样 那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还有些数字 就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记得 Thomas前几天说过 中国整个房地产 那个市值 大概是四百多万亿 是不是 四百多万亿 那你现在如果真的恒大 不行不行的话 刚才所说的 可能银行会输三千亿 三千亿 和相对整个市值 四百多万亿 就是 等于你有四百 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 就输三千元 那样 那是不是其实 都是占个比重 也是很低呢 那样 所以呢 索罗斯 这些大乐 说话 都是不负责任的了 就是老修成路 输了钱 在乱说话 又唱衰中国 那样 那样 那问题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恒大这个个案很不同 因为恒大这个个案 其实是累积了很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大家看看 其实恒大这个股票 代号3333 2017年已经建了顶 当时股价是31 32 不止了 应该33元左右 这里 2017年已经建顶 其实它是跌足了四年 由33元跌到现在是3.5毫半 昨天收市 喂 这个已经不是短期出问题 基本上是长期已经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一直都说 有些公司是过分借贷 我不可以详细说给大家 为什么它可以过分借贷 而且可以维持了这么久 我只可以说 有部分公司是长期借贷 而阿耶觉得这些公司 是有点过分 所以一直都希望 将市场一些违规者 整顿 那就变了 所以恒大的股价是33元跌到3.5毫半 不是今时今日的事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说 问题出了哪里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首先 讲讲 总债项 相对股东权益 就是总负债比率 其实 这是2020年 487% 19年500多 18年500多 17年600多 16年1200多 就是总债项相对股东权益来说 总债项 随意股东权益 是等于12倍 就是2016年的时候 你觉得多严重 好了 17、18、19、20 是在减少 减少的 但是减少多少呢 减少不了 600多倍 减少到47倍 为什么减少呢 大家都看到 虽然减少到400多倍 但是 你看到他赚的钱 这是17年赚的 243亿 人民币 那一年他给了多少利息 贷款利息 527亿 哇 你赚都是赚243亿 给利息给了527亿 接着 这是18年 赚373亿 给利息给了500多亿 19年 19年 越来越少 赚的钱 172亿 给利息更多了 684亿 去年更糟糕 赚了80多亿 给利息多少 给了817亿利息 赚80亿 给817亿利息 这个图片跟大家分享过 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多么严重 严重 严重 你赚的钱 基本上都给了利息 好了 那我再 很快跟大家讲讲 有些人就说 好了 他的债券跌到22% 我给大家一些数据 这是辉纳证券的报价 你可以看到恒大 这些债券 2023 2024年到期 他们之前一直发行债券的时候 给了10利息 10利至12利息 其实市场已经告诉他们 他为什么要给这么高成本发债 因为一直负债比率是很高 那现在慢慢来讲 越来越出事 那现在他跌到22 22.6% 他发行的时候100 100% 那现在是22.6% 那通常投资者 如果你个人去买 最少都要买20万美金 那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给了20万美金去买 那现在只剩4万4千美金 这个是一般投资者交易的压 这个压 可以看到20多元 好了 买不买得过呢 那我只可以说 现在消息呢 就是 消化得七一八百 那我相信呢 这个价呢 可能也不会跌太多 但是反弹也有限 而最后会怎么结果呢 有些人估计 有些人估计 这个债券最后 和银行贷款也是 最后会是所谓的髮剪 剪头发 所谓的髮剪 就是收不下足的 那最后呢 应该会卖资产 譬如说 卖这个湾仔的恒大中心 卖他手上的地盘 不过可惜 一定会被人压价的了 卖他属下的一些公司 譬如恒大汽车 恒腾 恒大物业 属下的公司会卖 希望可以套到多少之后呢 然后还一些最重要的债务先 譬如还给员工赔偿 还给政府的税务 还给整个破产程序 假设破产 假设清盘程序的一些律师费 还了那些先 剩下呢 看一下 可以卖到多少钱呢 然后呢 相对负债来说呢 应该是资不抵债 变成要有部分 负债呢 债权人只能够取到部分的资金 而最后来说呢 股票持有的人 就有机会 有机会 血本无归的 那这个就是呢 整个恒大 那个情况 就是 那个 现时的情况 就是索罗斯所说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在这里 特别想说就是 不要乱听这些所谓的大额 不需要太担心呢 就是恒大 假设如果真的破产的话 影响了 是发动另一次中国式的雷马事件 我不相信是 看回这些数字来说 而现在的债券跌到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多 也不是今时今日的事 我觉得暂时来说 就是消化这些坏消息七七八八了 最后呢 债权人 银行的贷款 可能只能收回一部分而已 只是没有人 他们都开得到 没有人们被带到 没人被带到 人生的